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掌聲響起 整個台股在8月份的行情裡面 操作上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 四個字 這四個字你時時刻把它放在心裡面 往這個方向去做 相信到今天你不會覺得大盤又獲敵了 這四個字就是放大做小 這什麼意思呢 所謂的放大就是你避開大型股 或者是積極的去放空大型股 當你把大型股這一部分賣掉或資金抽回來 你想要做多的話機會一樣有而且相當棒 而做多的條件做多的類型則是在中小型股上面 那我們仔細來看放大做小在8月份的行情裡面到底管不管用 能不能幫大家避開風險的同時繼續的賺下去呢 這個是大盤的走勢 我們仔細看今天收在8星177點盤中又創了新低來到8166 中場跌36點 成交744億 今天跌四的兩大主軸是在金融指數跟營建股上面 這兩個類股指數都創了波段新低 很明顯的就今天來講大型股的確是由 整個指數的確是由大型全資股拖累下來的 我們仔細看8月份大盤它在盤跌三天兩頭就去創一個新低點 但是也不會每天中錯 跌一下正一下彈一下再跌 指數就是在盤跌 震盪盤跌裡面去創波段低點 那加權指數會創新低代表大型的全資股 一定有弱勢股跑出來嘛 一定有老鼠屎跑出來把指數給拖下去 今天很明顯或是上個禮拜一開始到現在 大家都可以感覺到都可以體驗到 金融股的確在震盪破底 就以今天來講 富方金跟國泰金 這一檔是富方金又創了波段新低 國泰金一樣創了波段新低 那麼像之前我們跟大家所提到的 傳產類股當中 南亞中鋼這一些也通通破底 那我們來看上個禮拜我們是不是送給大家 這份長槍配短刀 長槍股上面有10檔股票 我們請大家避開它 如果你要積極的去放空當然OK 因為這些股票它的走勢是偏弱的 偏弱一個盤不好它就容易破底 仔細看 前面這兩檔 5871的F中出 金融股 2542的新復發 一樣今天跌是另一個主流 銀建股 兩檔股票 今天走是怎麼樣 F中出今天跌了4.2個百分點 破底 當初上個禮拜三我們送給大家長槍配短刀 然後這份資料的時候在這裡 震盪破底 同樣的2542的新復發 今天跌了4.6個百分點 破底 送給大家資料的時候在這邊 上個禮拜五 央行在某些地區解除了信用管制 激烈的它的確出現了明顯的反彈 但是到今天一樣破底 這個就是趨勢的力量 這就是趨勢的力量 這個就是盤勢的脈動 所以有力多 那只是讓大家能夠賣在好的位置 空在好的價位 就這樣 所以趨勢它並沒有扭轉 所以到昨天為止 我們都持續跟大家強調一件事 整個大盤的趨勢 都還是由空頭來掌控 所以在空頭掌控的情況下 它會有輪點的脈動 輪點的脈動現階段 重點落在大型全脂股上面 從今天的走勢大家都可以印證到 那我們有沒有幫到大家 這一些都是大家很有可能的 手中持有的個股 後面我們沒有再掀出來是因為 有一些它成績量比較小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等它拉開一段距離再來先 而且這一些股票 事實上今天十檔裡面至少七檔是在下跌的 所以你拿到這一份資料 不只是要去看底下做多的股票 如果手中你有這一些長牆股 這一些轉弱的股票 當然你必須要避開它 所以我相信你有來拿這份資料 所以我相信你有來拿這份資料 如果你手中剛好這些持股 那麼你會盡快的把這個股票給賣掉 然後因為你知道有做多更好賺的多頭股 所以你會把資金轉到這個做多的個股上面 好 那我們再來回到大家所喜歡的做多這上面 我相信大部分的投資朋友並不喜歡做空 我一樣 我跟大家一樣我也不喜歡做空 那不喜歡做空你也必須要在做多好賺的時候 我們再來全力的做多嘛 所以當上個禮拜我們看到了整個做多它的一個機會 它賺錢的機會 賺錢的速度比做空來得快的時候 我們送了資料給大家 而在送資料之前也一樣 節目中持續跟大家談到可以鎖定的個股 回到我們節目一開始跟大家所提的 8月份以來我們強調的操作策略就是放大做小放大的部分 我們跟大家解釋過了 說明過了 接下來做小的部分 我們由OTC指數仔細看 今天小碟 那大家看喔 8月7號OTC指數創了拉回以來的低點 之後大盤在破底的同時 它呈現了橫向的震盪 這表示說 中小型股裡面你只要買對股票買到強勢股 你就可以賺到它強勁反彈 甚至於是回升走勢的獲利機會 再跟大家強調一次 OTC指數它在8月7號見到低點之後 橫向震盪 這告訴大家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只要買到強勢的中小型股 選對股 你就可以賺到它強彈 甚至於是回升的獲利機會 這也就是我們跟大家提過的現階段 做多中小型股它有大賺的機會 不只幅度速度也快 來 口說無頻 我們直接用個股來跟大家做印證 昨天提 上個禮拜二 我們就已經跟大家所提到的1305的華夏 上個禮拜 禮拜二在這個位置 經過一個禮拜了 昨天漲了4.8個百分點 今天繼續收盤小漲 收盤價已經是近期的新高 重點是我們跟大家提 介紹過之後 隔天 是不是這三天連續有下影線 可以讓大家買 買完之後 這個禮拜持續再賺錢 而華夏 是大家可能已經很久沒有去注意到的 塑化股 那剛剛我們有提到 塑化股的大型全資股 南亞在破底 但是很多二線的收盤股 它反而 開始展開它的反彈走勢 甚至於 回升 你想想看 華夏在上個禮拜 我們為什麼請大家來鎖定這檔股票 上個禮拜二 仔細看一下時間 8月11號禮拜二 當初我們所著眼的在於說 這一段反彈 我們看到的是先知籌碼 持續的進入 持續的買進 把股價給推升 那你當然 你能夠了解到有 把人到後面進場去買進 你當然要去搭他的叫賺這樣的一個獲利 這無庸置疑 所以呢 在我們賺大做小 做多中小辛苦這一部分 我們鎖定的類型 其實跟上半年 我們帶大家來賺的獲利方程式 沒有兩樣 來 上半年 我相信你只去收看我們節目 你都知道我們的獲利方程式 就是2加1 兩大強勢主流加籌碼先知 籌碼先知它是萬年不變的主流 任何時間點 任何趨勢的情況下 只要做多的機會來了 你挑選這種 由法輪刀進駐 具備籌碼先知的股票 你就等於掌握了獲利的鑰匙 我相信從上半年的多頭趨勢 盤整趨勢 到現在的空頭趨勢 大家一定看得很清楚 包括最近 華相 同一天 除了華夏之外 我們跟大家提過 籌碼先知在近期這裡面 你可以把它區分兩大類 華夏它是因為有市場的大戶 經常買進 或許你沒有像我們這樣的 最終籌碼的一個專業 或者你沒有像我們這樣有 這麼龐大的業內的人脈 那沒關係 三大法人的籌碼 大家都看得到 重點是 你有沒有適時的做買進的動作 有沒有在對的時間點做動作 這就是沒搞的 上禮拜二 一樣 節目中公開跟大家介紹 請大家鎖定的9924的福星 受惠美國房市的復甦 房屋的修善 所以仔細看 今天創了收盤價的新高 盤中大漲了4.8個百分點 藍色的這條法人沿路在買 融資在低檔融均在增加 代表最近是散戶賣法人買 這樣的籌碼結構當然股價推升 大家不會覺得意外 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所以兩大主流加籌碼先知 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那麼再來呢 我們的舊愛當中2加1 兩大主流當中 運動大聯盟上個禮拜 我們是不是也跟大家講 除了籌碼先知 這一些屬於單兵突破之外 整個族群 他都有反而大家回頭來買 甚至於買的更多的 那不就是我們持續鎖定持續賺的 運動大聯盟嗎 那麼今天呢 來 這些股票 我們也不會是第一天跟大家講 都有送給大家 上個禮拜三 長槍配短刀 一四七七的巨洋 整個籌碼的部分跟大家講得非常清楚 今天的巨洋 上個禮拜三在這邊喔 今天的巨洋呢 震盪走高再創歷史新高 以除外 以還原全息的價格來看 歷史新高 兩百七十八 創歷史新高的意思是說 你上個禮拜 你拿了這一份資料 你真的進場去買 因為這檔股票 我們也率先跟大家點名做記號 你去買 你到今天 昨天這根紅棒是你的 今天一開高 再創歷史新高 也是大家怎麼賣 怎麼賺的一個點 是不是回過頭來 如果你把大型股賣掉 你來做中小型股 一來一回 這拉開的距離 是不是很大 所以 對的時間點 要做對的動作 相對應的操作策略拿出來用 你就會成為市場的贏家 所以創新高的股票大家看到了 那強坦的股票呢 我們再來看 一樣是我們的老朋友 只要你有收看我們節目 你一定都認得他 四十二六的力情 這檔股票今天一樣再創 反彈的新高來到一百四十五 那大家仔細看 我們強調的 現階段你做對強勢的中小型股 你可以去賺它強坦 或者回升的獲利機會 巨洋回升了 大家都看到了 更早之前的台光店 百合大家也都看到了 再來呢 你請仔細看 低點 98.6 高點 145 這一段時間 漲了47個百分點 多久的時間 OTC 落底那一天 8月7號到今天為止 8月份而已 47個百分點 是不是強勁反彈 是嘛 那既然是強勁反彈 接下來該做什麼動作 事實上你了解的話 今天就該做了 什麼意思 第一個 季線在這邊 接下來不久季線會開始下彎 對它股價會形成壓力 再來 往上面去之後 套腦的壓力會越來越重 再來 仔細看 這一段的反彈 47個百分點 大不大 很大嘛 是非常符合我們跟大家講的 強勁反彈 賺的速度跟幅度都夠 速度快幅度夠 那上面開始有現行的壓力 開始有套腦籌碼壓力 那你應該做什麼動作 很清楚嘛 所以 該買的時候 我們請大家來買 該賣的時候 就像 前一段時間 大型股開賣的時候 提醒大家 甚至於把重點個股送給大家了 那現在 做多的個股彈上來了 漲上來了 我不會讓你直接去追 因為接下來 我們的舊愛當中 另外一個強勢主流 今天 才開始轉強 這表示說 大家可以一檔接一檔 從籌碼先知賺到運動大聯盟 接下來再賺下一個強勢主流 這強勢主流到底是哪一個呢 休息一下 下一段繼續來跟大家做分享 進廣告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縱橫股海成為贏家 滑罐頭顧賴分析師 精準的多空研判 透實的產業分析 順應趨勢做操作 掌控風險百第一 把獲力變成習慣 把虧損拒絕門外 帶您實時累積財富 帶您客客迎接幸福 速播贏家熱線 02-6630-3221 6630-3221 致富之門為誰而開 滑罐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總的投資的人 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方向 滑罐頭顧冠領群雄 帶領真誠專業精進團隊 請找您走向財富的人生 相信專業 現在就撥打滑罐專線 02-6630-3221 6630-3221 請先約 不好意思啊 站你一下 你剛才不是才去過 不知道有人介紹他 尚到有準備粉 是水的 就是那個 有氣氣到阿龍介紹的 大哥 來路不明的煙很多是走私的 運送過程中可能浸泡到海水 品質會變差 沒有檢驗的煙 澆油泥古丁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還考慮煙酒稅 以及健康福利捐 三點一 豬健康 健康吃夜煙 歡迎繼續收看掌聲響起 在愛情的世界裡面 為什麼常常會有人說 舊愛才是最美 往往是因為相處過一段時間 互相夠了解 能夠包容彼此 所以呢 當你的心很美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看到的人事物 都是很美的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常常會講舊愛還是最美 那麼在股市裡面呢 很有趣喔 也非常的類似 上半年我們帶大家 操作的主軸 就在這一個獲利方程式上面 兩大強制主流加 籌碼先知 這個萬年不變的主流 運動大聯盟 汽車領主件 籌碼先知 這兩個 剛剛我們已經談過了 緊接著 我們鎖定操作的 就是今天表現最亮麗的 汽車領主件 那在汽車領主件裡面 我相信 你只要過去這段時間 從四月底到現在為止 你經常在收看 你此於所念我們節目 你一定知道汽車領主件 當中 有兩檔個股 是我們陪著大家 不只帶會員朋友賺 也陪著大家一起賺 波段獲利的好股票 兩檔都是TESLA的概念股 1536的核大 366的F帽連 所以舊愛還是最美 我們的舊愛 汽車領主件族群當中 當我們要去鎖定的時候 當然還是這兩檔嘛 道理一樣 因為我們對它夠了解 對它的掌握度夠高 不管是基本面 籌碼面 技術面 通通一樣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過去能夠 帶大家賺了 兩檔股票都超過四成的一個波段 大獲利 這一次呢 當它要轉行基線 我們又帶會員朋友來佈局 又開始賺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核大 這段 4月底到6月初這段 49個百分點的漲幅 我們在6月12號 請大家支持定盡安利德 後面這段漲勢 的確有漲 但是呢 突破高點的幅度不大 所以後面這段我們在賺什麼 賺帽連嘛 那大家仔細看喔 這段壓回24個百分點 今天 突破了前高 以還原權值來看 創了歷史新高 拉回之後 創歷史新高 是不是呼應了 放大做小這個策略 在現階段完全Bingo 完全獲利 中小型股1536的核大 它 是不是強制的中小型股 是 有沒有創波段新高 有 還是歷史新高 但是大家仔細看 我們帶會員賺的 不是這一檔 原因是因為 它的基期比較高 它的基期比較高 好 那麼就今天來講 它是不是盤中公道掌領之後 開始有獲利調節的賣壓壓回 所以我們對它夠了解 那麼當然我們會持續關注它 但是你在操作上面 你要去買那個 有投資價值 同時呢 獲利速度跟幅度 最可以期待的那一檔 所以我們博士買核大 我們知道它很好 打從過去 我們把它賣掉之後 就跟大家講 我們沒有看壞它 只是呢 資金在做最有效的運用的情況下 我們換到 獲利空間更大的股票上面 當時就是換到 貿連身上 我們仔細看 貿連這個位置5月20 圈起來的這裡 都是我們在節目中 請大家鎖定佈局的時間點 這一段 短短一個多禮拜 24個百分點的空間 我們在 7月7號 當它創歷史新高的同時 我們全部 貨利放口袋 節目中也公開跟大家講 這個地方要慢 後面你再也看不到它更高的點 這一段壓回了34個百分點 那麼請問大家 當它波段上面壓回了34個百分點的時候 當你看到大盤也在拉回創新低的同時 到底 什麼改變了 在貿連身上 到底什麼改變了 而什麼事情完全沒變 老師沒有 你可能會講說 改變的當然是股價嘛 因為它從 高點到這邊 拉回了34個百分點 所以它股價變便宜了嘛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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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呢 改變的就是各位的心 因為 拉回之後你反而不敢買了 股價變低了你反而不敢買了 如果你像我們這樣子 你知道它 它是我們的舊愛 我們對它夠了解 所以什麼東西是沒有改變的 它未來的成長性 那第二季交出來的成績單 還有未來的成長性它沒有變 但是那大家想想看 既然交出來的成績單如預期 未來的成長性 未來的爆發性也沒變 法人對它的看好度也沒變 從抽碼上面看得很清楚 變得是股價 變得是各位 心裡對它的看法 變得是你的心 當你的心不變的情況下 當你像我們這樣子 對它夠了解 看到舊愛還是最美的時候 你就可以賺到今天的掌停板 8月7號在這裡 低點越電越高 大盤在破頂 它低點越電越高 符合了我們所謂的放大作小 今天我們笑納這一根 跟漲停 所以充分的印證 最後還是最美 充分的印證放大作小 當你把大型股放開 或者是放空 把資金轉到漲的速度幅度 都更快更大的 中小型股上面 你就會發現這一件事 你只是把上半年 做過的事情 賺過的股票拿回來 再做一次 再賺一次 當這些股票出現強勁反彈 或是維生行情的時候 因為你對它夠了解 因為你知道舊愛最美 所以你能夠賺到它 想不想一起賺 歡迎跟上我們的腳步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贈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島塊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鵝排氣密窗 2987 1111 縱橫股海成為贏家 滑罐頭顧賴分析師 精準的多空研判 厚實的產業分析 順應趨勢做操作 掌控風險百第一 把獲利變成習慣 把虧損拒絕門外 帶您實時累積財富 帶您客客迎接幸福 速播贏家熱線 02-6630-3221 6630-3221 致富之門為誰而開 滑罐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總的投資的人 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方向 滑罐頭顧冠領群雄 帶領真誠專業精進團隊 請找您走向財富的人生 相信專業現在就撥打滑罐專業